很瘋心肉 當然我一直有副樂年紀來做這些事情 然後我也跟很多的朋友分享 但如果有一個哥哥來跟大家分享更真實的事情 我想我需要這個機會就會自身的事 謝謝 謝謝請您介紹 好 我先介紹我自己 我叫若恩阿浪 然後我是那個 屬命一副一副的哥哥 第五個 屬命一副一副的兄弟姊妹 所以我們 屬蘭是一個大家庭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11月12號 我們 屬蘭的青年 為自己的傳統禮異 為自己的互相的主帝 就是 東部最貨一片 常常聽到人家講的 台灣最貨一片的建築 首部這一塊 然後 台東最美的是什麼 台東有三寶 有山有水 有好多原住民 呵呵呵呵 那最珍貴的真的是 原住民 那原住民跟土地的關係 真的是很無妙的 那 11月12號 真的是很感動 我們幾乎 在外地的年輕人 還有自己家鄉的老人家 那 還包括我們屬命的 拉鐵粉 喔 那有來支援 還有 其他泰巴郎部落 嗯 是 港口部落 還有 就是 台灣 台灣族的 喔 那有一些 台灣族的 喔 來 包括美麗萬 阿大 嗯 阿 阿 以及WOT 的那一名 對 喔 那個 新同步 對 那 那一次的活動非常的成功 嗯 很感人 有 這些我的兄弟姐妹 我部落的老人家 還有索命的看板 很感謝那天索命 他沒有辦法分身啊 因為他剛好有活動 然後他拍了他的 無體鐵金剛的粉絲 還肖像在那邊陪著我來 肖像沒有啦 白活的 不是消暢 應該是那個很冷笑 很小看板 真的我不小心 在這裡啊 希望大家分享的是 這一個台東 突然是一個很 很漂亮的地方 那我們很不希望就是 用大型的開發飯店 大型的開發飯店 來建設在突然部落 可以有其他的方式來 像 其實東部是需要發展 但是不一定要用大型的 開發方式 這是我們現在年輕人想要 跟政府 講的話 也希望來聽聽我們的聲音 那最後最主要是 很感恩是 我們這些人還有 我們的叔叔的粉絲 很多人 去聲音音樂 我在這裡要跟他講 我們在這裡要 我在這裡講一下 要戴那個守護長途名義 我們要喊一下嗎 守護長途名義 奇怪 真的是偶像是偶像 在這裡 最後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們原住民 在這次公館處 他很想把我們 把我們原住民 把 希望用文化的東西來 把我們包補住 就是用 幫我們帶文化館 讓我們跳跳舞 唱唱歌 其實我們年輕人想的是 我們年輕人不想被圖災化 所謂的圖災化是 在一個文化館裡面表現 你們的 你們的舞蹈跟你們的特色 還有你們所有的技能 那 這種東西 我們大家是不可能被延伸的 因為永遠都活在 那個小小的區塊裡面 就是在那個文明下 那 其中最美的是 因為我們層層階級 能夠 還有一些 尊老敬佩 這些禮儀 還有一些我們的禁能 都是 我們需要去延伸 打坑的 只是我們 想要做的 不想要 不想 不想被圖災化 就叫不要圖災化 那很多 發展的空間 我希望說 一定要大型開發 在台中 不是 資本 有一個資本 大幻界 也沒有 也沒有 從來也沒有住滿過 那 各位 我們 我們在這邊 唱畫面到最高 這個 他們很漂亮 你看 他們那邊 像資本部落 我也是講我們最近的 這個部落 他們是一個很 也是很棒的 他們 也是很優秀的民主 雖然比阿美族 差一點 我剛剛在那裡 自討 我剛剛在那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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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剛剛在那裡